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您看啊,这11月份来了 天变了 北方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加衣服 千万呢,别跟学徒我似的 您看这鼻子又不通气啊 这嗓子又发紧 眼看就是感冒的底灶 那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呢 今天咱们讲人物故事 而且一讲啊,就不是一位 要讲两个人物故事 为什么讲两个呢 首先是说呀,这故事不够人物来凑 一个人的故事支撑不起一个小片啊 那咱们就再多加一个人 其次呢,这两个人呢 这生活轨迹在时间线上是平行的 都是在雪域高原那一时刻 重磅人物 所以呢,故事上是有关联的 不是生搬硬套的 非得把这两个人捏到一级 那得嘞,那既然这样呢 咱们闲言少叙即刻开书 那咱们要说的两个人物 都是哪两位呢 首先咱们要说的 就是第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索 还有一位呢 就是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啊 这西藏最高的政治统治者 藏王普罗奈 咱们先从这个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索开始 其实啊 在昨天咱们书馆里 还称呼他为六世呢 不是咱们一定要称呼他为六世 是这康熙皇帝呀 非要说他是六世 其实呢 这六世达赖喇嘛 更为的出名 哪个自称为文艺青年的家伙 不熟识的六世达赖喇嘛 苍蝇加索呢 不知道苍蝇加索 也听过两句啊 这苍蝇加索写的孙诗 大清国的两辈子皇上 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 就是为了保全脸面 不承认错误 所以才强硬的 说这格桑加索 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的 因为啊 第六世达赖喇嘛 苍蝇加索 是康熙皇帝废除的 当然了这期间呢 这还出现了一位贾达赖 也就是啊 那位拉藏汗的私生子 格桑依西加措 这格桑依西加措 是不被藏族人民 以及啊 这个拉萨的三大寺的僧众所承认的 所以拉萨的三大寺高僧 才按照这个达赖喇嘛 转世的遗轨 就寻找到了这位格桑加措 作为苍央加措的转世灵童 后来呢 大势所趋 大清朝廷也不得不承认 格桑加措的 活佛转世灵童身份 但是康熙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既然我废除了六世达赖喇嘛 那他就是继任六世达赖喇嘛 并不能作为七世达赖喇嘛出现 这大清朝廷 康熙皇帝 乃至后来的雍正皇帝 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亡命亡令 而且六世也好 七世也罢 他都是达赖喇嘛 坐在布达拉宫宝座 法座上面的 那就是这个人 格桑加措 不就完了吗 那实际上不行 藏人认为呀 这件事情是开不得玩笑的 五世达赖喇嘛 和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仪轨啊 那是完全不同的 按照谁的仪轨来转世 那自然就是谁的灵童 换句话来说呀 在这些藏民信众的眼里 您大清朝 康熙皇帝 雍正皇帝 这样做呀 是伤害我们这些宗教人士感情的 那这件事 什么时候才算完结呢 一直到了1761年 那年啊 按大清纪年来说呀 得是 乾隆26年 第八世达赖喇嘛 强白加措 坐床典礼那天 这大清朝廷的官方文件 乾隆皇的圣旨礼 才承认着强白加措 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的 转世灵童 也就是第八世达赖喇嘛 从这个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 1706年 死在青海湖边上 一直到今天 这八世达赖喇嘛 坐床登基 几乎就过去了一个甲子 小溜溜的六十年 这第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措呀 寿数不算太短 这个 虚岁五十 活了四十九年 那有人说 这四十九周岁 就亡固了 就元祭了 那寿数还算长的吗 那你往后听啊 好几倍达赖喇嘛呀 都是被人害死的 所以说呢 这七世算是长的了 七世达赖喇嘛呀 是礼堂人 之所以他能作为 达赖喇嘛的 转世灵童呢 完全就是因为 六世达赖喇嘛 苍蝇加措的一句诗 诗的大的意思就是说呀 我到礼堂 去去就回 所以说这六世达赖喇嘛 灵童寻访小组 才滴滴滴跑到礼堂 寻访到了这位灵童 寻访到了灵童之后 也没办法 回到拉萨坐床 因为当时拉萨 有一位假的达赖喇嘛 就是罗桑西加措 拉藏汗的私生子 拉藏汗啊 那会儿正是主政西藏 所以说这个灵童呢 不能回到拉萨 在青海诸布王宫的保护下 就暂住在了塔尔斯 由这个塔尔斯的 诺摩罕活佛呀 给受了一个善事戒 那为什么不受沙米戒呢 不能 那受沙米戒那人呢 必须得是他的老师 诺摩罕活佛呢 还没有能力做 这位达赖喇嘛的老师 所以九岁的六世达赖喇嘛 转世灵童 格桑加措 就只能暂时先受了个善事戒 到了十三岁那年 大清朝的亲命 服援大将军王印提 命人护送格桑加措 来到拉萨 这才由班禅为其受沙米戒 取了个法名才叫做罗桑 格桑加措 这格桑加措也本想啊 这回啊就要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他师的 在这个拉萨 布达拉宫做我的活佛吧 没想到 又出事了 阿尔布巴叛乱啊 牵连到了他的父亲 庸正皇帝知道以后 大为恼火 战争结束以后 直接就把达赖喇嘛和他的家人一同迁往了礼堂 庸正皇帝 并且啊 把这个格桑加措的父亲索南达结 召到了北京城市一顿臭骂 皇帝看似挺凶啊 实际上还是那个套路 打一巴掌啊 给一个甜枣 把这个达赖喇嘛的爹啊 索南达结一通吓唬之后啊 还给了个爵位 给了个什么爵位呢 要说这爵位还真不小 给这个达赖喇嘛的爹啊 辅国公的爵位 自此以后啊 这大清朝有个定制了 就是达赖喇嘛的父兄啊 这大清朝廷啊 都给一个辅国公的贤 不过呢 虽然给了你一个辅国公的爵位 雍正皇帝觉得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 于是就让这个达赖父子再往西迁 一直就迁到了太宁的慧远寺 这马上啊 过打的卢可就是四川内地了 要是这雍正皇帝再生气 把他们再往里迁可就成都了 一直到了1735年 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雍正皇帝八月份驾崩 到了年底新登基的乾隆皇帝 才允许这七世达赖喇嘛 从回拉萨 主掌政务 七世达赖喇嘛 四十九年的人生 寿高五十岁 说实话啊 从这个历史的痕迹上讲啊 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学术成就 连著作都没见有 可是呢 他却非常受西藏僧俗的爱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格桑家座也是一个生来啊 就谦逊简朴的人 要说呀 这个宗教领袖是不能简朴的 哎 你如果过于简朴啊 就没人供养你 要是有条件的话呀 这高僧都愿意身配锦兰袈裟呀 手里提了一条啊 这个盘龙九环西杖 您看国外呢 无论是啊 这个天主教大教皇 还是这个俄罗斯大牧手 一出来身上都珠光宝气的 哎 可是这格桑家座呢 七世达赖喇嘛 他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 不但饮食简单 而且穿着朴素 那么这一时期 在西藏主持政务的是谁呢 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位人物 主管嘎伦 嗯 普罗奈 在最初的吴嘎伦当中啊 这普罗奈的身份并不高 您看啊 人家这康吉奈 龙博奈是地方主管 二部八呢 又是公部总管 这扎尔奈呢 是人达赖喇嘛身边的强者 地位都比他高 这原来呀 普罗奈只不过是 拉赞汗身边的秘书而已 就是因为坚决的拥护中央政府 所以在这战争平乱以后啊 这普罗奈才能做上了主管嘎伦 这爵位呢 从贝子升到贝勒 最后坐到了郡王 并且在这郡王的位子上 干得非常出色 您记住了啊 这有清一代 这拉萨呀 还有十年的王统时代 这聊起普罗奈来 咱们就不能从他主政开始聊起 在战争一时就体现出了普罗奈的智慧 这阿尔布巴等人呢 率领着叛军躲到了布达拉宫 这普罗奈知道 布达拉宫在这个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所以呢 他并没有率兵去攻打布达拉 为而不打 等到啊 这大清朝的援兵到了之后 才把这些叛军首领从布达拉宫里逮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一下子 他就赢得了僧众的心 咱们前文书我也提到过 这拉萨三大寺的僧人是支持普罗奈的 这也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啊 他们是打着 这康基奈欺压宁马派 所以这阿尔布巴等人啊 才把康基奈杀了 那这会儿就会有人有疑问了 很显然所有的嘎伦都是皇教的信众 为什么这康基奈打压宁马派 会导致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呢 忘身了哇 其实这就是阿尔布巴等人找了个理由 但是有表面的含义 表面含义是什么呀 因为藏区这帮信众啊 不光需要皇教的经 还需要宁马派的法 也就是说很多普通信众 是支持阿尔布巴他们叛乱的 哎 西藏的普通信众啊 在家里边超度亡顾清人 他们要请来皇教 请来嘎举派的高僧 在家念经 如果你们家要有人生病中邪了 怎么办呢 那只能请宁马派的法师啊 到家来做法 所以对这个西藏的普通老百姓而讲啊 这两派缺一不可 哎 在生活当中啊 这妖言前不打醋啊 各派有各派的用处 所以才给了这个阿尔布巴等人啊 叛乱的理由 波罗奈一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先纠偏 先修复了所有被损坏的宁马寺的寺院 并且呢 安抚了寺院的僧人 在这个佛教上面 他还有其他贡献没有啊 还有 这波罗奈啊 主持创建了纳腾寺的课经院 在这个课经院当中 就坎坷了藏文的大藏经 甘珠尔啊 刻了108部 丹珠尔刻了215部 哎 咱们要考考功课了啊 咱们在这个藏传佛教这系列当中 总提到甘珠尔和丹珠尔 那么谁还记得 这甘珠尔和丹珠尔 他到底是什么吗 哎 对喽 这甘珠尔啊 叫佛说 也叫佛语 换句您听得懂的话 就是真经啊 就是佛说的 那丹珠尔呢 叫佛论 是这些大德高僧们的著作 是解释佛语的 哎 那这些经卷呢 印制啊 制作非常的精美 不但在经和上 镶嵌了宝石 像什么珍珠啊 绿松啊 红宝啊 珊瑚啊 等等等等 而且呀 每页还都涂上了金坟 直到今天中外佛学界 提到这个纳唐本的大藏经 那都觉得那是最精品的佛家至宝 那么说对社会上的贡献呢 也有 那对老百姓而言呢 你修不修经呢 反正我也不实在 跟我也没有多大关系 这减税减负财势民生 首先说 他呀做了一件和雍正皇帝干的这个贪丁入母啊 新政啊 差不多的一件事情 他呢 把原来呀 这西藏按人头订税改成了按家族的财富订税 也就是说呀 你是有多少钱 纳多少税 不是你生多少孩子就得纳多少税 虽然这订税呀 还是由官员来订 但是这明显比原来的人头税就合理多了 那要说起来呀 这一项这个改革呀 还是针对那些有财产的 他针对那些普通的奴奴啊 也有一项德政 藏区呀 还有一项非常讨厌的 这么一项法律 就临坐呀 奴奴地区呀 最让这些奴隶主反感的就是逃奴问题 所以说藏区呀 也有类似逃人法的惩罚办法 一旦呢 这户奴奴逃跑了 脱离了原来的贵族 那么受连累的就是街坊 街坊啊 要先要替他把税款还清 然后呢 还要受到这恶行的折磨 这个西藏啊 这过去是实施肉刑的 不是割鼻子 就是蜿蜒的 波罗奈一上台呢 就废除了这项恶法 本来嘛 那你逃跑了 和街坊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一项政绩呢 就是啊 组建了九千人的国防军 在过去呀 这个拉萨地区 用兵用人都是现召集 有了战事之后啊 现召兵 现在呢 有长辈部队了 在北边呢 能拒挡住 整个二韩国的男亲 往西说呢 也打服了 常年不和的几个小国 这库尔喀人呢 也不敢再乱说乱动了 就是打服了 这个尼泊尔 那其实这些呢 都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波罗奈 拥护中央政府 主张民族团结 就是这么一位 主张民族团结 拥护中央政府的 好领导干部 没想到啊 儿子不争气 精彩回目 就在明天 这才有得 这波罗奈的儿子 朱尔莫特 纳莫扎落 才要杀兄 夺权 反叛 大清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